它曾经是一个美丽浩瀚的湖泊 1950-1960年代 一到周五 成群人潮涌向这里 划船 游泳 垂吊 欢度周末 曾几何时 它没落到无人问津 上个月 在洛杉矶到堵城中间的休息区 见到新力招牌 介绍加州观光景点 索尔敦海赫然其中 引起我们关注 特地驱车三小时前往了解现况 主流媒体一直非常关注 它是加州第一大湖 大到看起来像海一样 可是它却因为 加州历史上最大的环境灾难而闻名 数次的灾难 使它变成臭气不鼻 影响周围地区的空气品质 还影响到人口众多的大洛杉矶地区 加州政府多年来曾花费上亿元的经费整治 索尔敦海位于印第2、云南30迈的111号公路上 公园游客中心位于北岸 其洛杉矶或圣里亚哥地区都是三小时车程 我们去的这天正好是周六 鲜少下雨的索尔敦海居然下起雨 雨量还不小 公园入口处 数十株巨大棕榈树 胖胖的身躯 像牦牛般 这附近有好几个农场 专门种植培育这种加州特有的棕榈树 沿路进入公园停车场 游客中心竟然没有开门 诺大的停车场仅一个角落停了两部房车 空荡荡的没有任何游客 游客中心看起来很新 周遭的设施也非常新 厕所是全新抽水马桶 带有新式遮蓬的野餐桌椅 新式造型 一个接一个从停车场一直延续到湖边 可惜都空无一人 游客中心前面有一块浅褐色的大石 它是附近发现的漂亮巨石 上面古鲜明刻的研画 传递一些古老讯息 是考古遗迹 后面有一个小水塘 与索尔顿海并不相连 里面有很多黑色野鸭 有观景平台可以观看 压压 公园说明告示牌 图文描写了以前这里城市如何的热闹 脱禅下湖的码头就有15个之多 另一告示牌说明湖水为什么会有怪味 湖水有越来越咸的趋势 造成枣类鱼类鸟类死亡 整个湖水散发死亡气息 在游客中心附近 棕榈树莽草刚变黄 金黄色的野花四处绽放 周遭景观还挺美观 但是走进海边 那不知道如何形容的怪味道 曾教人褪壁三色 那是湖水强烈的腥味 加腐蚀的臭味 还好在工业游客中心闻不到 发怪味的索尔顿海显然是无法 让游客接受 只有期盼整治湖水的专家 扫日整治成功 恢复大湖 昔日辉煌的岁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